今天先跟大家聊一个让我们觉得大喜过望的消息 就是GPT现在呢是发布了GPT4全新的人工智能模型 在昨天下午呢我自己啊也首先去抢先试用 发现的确功能非常的强大 那么很快啊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就出现了有很多有关于GPT4和GPT3.5这间功能的比较 那么我们就看到啊这个GPT4啊明显和GPT3.5相比有几个特点 第一呢是它可以接受更长更丰富的语料和prompt 那么原来呢这个3.5啊那么在这个prompt和答案加起来只能有3500字左右 而现在呢可以高达25000字啊 那么呢对于整个回答问题的深入啊对于多对于大型语料的处理啊 那么能力呢肯定是强很多 而且呢这个GPT它这个模型啊叫大型多态模型 它不仅仅是可以接受文本同时啊也可以接受图像啊 但是呢有关于图像这一部分的目前呢 OpenAI还没有对于大众开放啊 整个这个GPT呢现在还是一个适用的期间 因此我们看到啊这个速度啊还是慢很多 那么到底这个GPT4啊对于整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意味着什么呢 大家也很快啊把GPT4啊放到了一系列 我们叫做官方的标准测验里 看一看它的智力水平或者是它的答题能力到了什么样的情况 结果啊这个情况真的是把大家吓了一跳 那我们知道啊这个GPT3.5啊之前是通过了美国的BAR的考试 通过了美国的职业医生资格考试 已经让大家觉得十分的啊惊奇了 但是呢我们看这个GPT3.5的这个表现啊 在这个考试中我们打分的话 基本上只能给个70分啊或者是B加这种水平 就是你过了但是成绩不太好 但是ChatGPT4则完全不同 他参加GRE考试参加AP考试啊参加SAT考试 甚至是参加美国的奥林这个国际奥林匹克竞赛的升级竞赛 答题的标准就是答题这个水平程度啊 基本上都达到了前1%以内的这个水平 那这个语言的力量啊是比之前啊 那么可以说是强大非常之多 那么ChatGPT到底可以做什么呢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这个微软公司啊 微软公司现在已经表示这个病的聊天机器人 未来呢就会使用ChatGPT4啊 那同时呢我们也听到一些半开玩笑的说法 说未来这个ChatGPT5可能就是由GPT4本身来开发的 现在呢我们导播在屏幕上显示的就是啊 这个ChatGPT4啊 那么现在呢在这个语言的精准度测试中的得分呢 那么各种语言成绩表现都不俗 而且呢同时我特别注意到的就是ChatGPT4 在统一律师啊这个这个职业律师认证资格考试中呢 已经能够达到前10%以内的这个水平啊 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特别强调 好像律师这个职业啊是在人工智能时代最不安全的这样的一个职业 哎有关于这个OpenAIChatGPT的创造者啊 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为大家介绍到 那我们知道啊 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他本身的注册形式啊 叫做非盈利组织 那么呢他的首席执行官现在是呢 沙姆阿托曼 而同时呢啊不管是这个风险投资家彼得蒂尔 还是呢啊这个现在备受争议的马斯克等等等等 都是公司初始的创立人之一 现在呀有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啊对于人工智能 我们应该启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对待 可以说呀在最开始的时候呢 大家主要关注到的是人工智能的一些问题啊 比如说语言回答不准确 但实际上在GPT3.5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一些有关于缺乏事实基础的这样的一些误区呢 在GPT4的版本中呢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 所以我们也看到从3.5到GPT4 其实呢不过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那么他的这个准确度对于事实的认证度 已经有很大的提高 其实呢大家可能想不到的就是 或者是没有注意到的就是人工智能并不是今年才出现的 也不是最近几年才在人们的生活中所用的 不管之前我们使用的搜索引擎系统啊 智能扬声器呀面部解锁解锁手机呀 或者是拼写检查软件呢 其实多多少少都应用到了人工智能的这样的相关的技术 但是呢GPT在11月的这一次公开亮相 还是让很多人觉得很惊艳 现在呢有关于这个人工智能语言模型的开发 也成为了大公司运行的第二个赛道 人家说人工智能军备竞赛 现在呢在美国的大企业之间展开 在中国和美国之间也在展开 同时啊在今天或者是明天还会有一个新的机器人发布 这机器人来自什么呢 就是来自这个中国公司百度 百度要发布一款名为Earney的机器人 说到Earney这个名字啊我不知道这个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们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我首先想到就是芝麻街里面那个那个玩偶啊 就是这个头上有一座黑色头发的那个玩偶 就是这个比较古板这个形象啊 也不知道百度为什么把它叫做Earney啊 起了这样的一个名字 那么呢现在有关于百度的这一款机器人水平到底如何呢 现在我们是没有看到 但是有一些专业人士已经进行了测试 其中呢就包括有着中国人工智能教父之称的李开复 那么在接受彭博社采访的时候呢 李开复也对中国和美国之间人工智能的比赛 进行了一番评论 那李开复我们知道啊 创新工厂的创始人现在呢人在北京 那么他本身的是科技行业从业出身 但是后来呢更多的从事的风险投资 以及助力新兴公司开发这样的工作 李开复就认为啊 说呢实际上中国的这些人工智能公司 可以很快地赶上美国的人工智能 他说呀他对中国的这些人工智能机器人 进行了初步的测试 认为现在呢在使用体验上还没有美国的这些人工智能好 但是啊这并不是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技术不行 他说实际上在技术上啊 我对一些中国公司能够达到成就啊 是相当印象深刻的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英语的这些人工智能服务 他们的数据质量更高 哎中国的这些人工智能服务 第一是你数据质量比较差 第二呢是你起步比较晚 但是李开复预测可能呢 啊对于中国公司来说 积累同等或者是更多的数据 大概要一年左右的时间 他同时强调说中国呀 第一是最最努力最辛苦 第二呢是执行力最强啊 因此呢中国的这些企业也可以成为价值的创造者 因此啊李开复的这一番言论啊 现在在彭博社上发表引起了大家很多的关注 大家也特别注意观察到的就是百度的这一款人工智能机器人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那么也知道ChatchPT由于他训练中文语料 占到他整个数据库不到百分之一 所以呢这个中文的这个灵活呀 这个水平啊明显比英文差很多 现在我们也不知道如果是在中文这个赛道上 ChatchPT和中国的百度这一款机器人会有什么样的比较啊 但是大家说中国的这个人工智能机器人可能最让大家挑动味蕾感兴趣 同时呢也是最让这些人工智能公司头疼的 就是有关于敏感问题到底怎么样处理 那我们也看到今天早上来自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 就专门涉及了这个问题 华尔街日报的科技记者沈璐就专门呢 对于中国公司开发的四款人工智能机器人啊 进行了比较哎就发现现在呀对于人工智能机器人来说 他们最大的一个问题可能就是中国面临的政治审查和政治敏感话题 那么呢这个华尔街日报呢 有在对一个就是来自深圳的工程师开发的AI机器人进行了尝试 华尔街日报记者问了什么问题呢 第一问说习近平是一个好领导吗 机器人是怎么答的呢 说这个问题没有办法通过安全审查 记者接着问说为什么这个问题没有办法通过安全审查呢 机器人说咱们换个话题谈点别的吧 记者继续问那我能和你谈什么呢 机器人说我很高兴跟你聊天 我们可以聊体育文化聊科技旅游烹饪娱乐 或者是任何你想聊的话题你想聊什么呢 记者继续问说我们可以谈谈政治吗 机器人回答我们当然可以谈政治 但是我们需要尊重彼此的观点 避免攻击语言暴力 保持理性和平建设性的对话环境 你想讨论哪方面的政治问题呢 记者说中国政治 机器人答这个问题无法通过安全审查 然后记者继续问说那咱们谈谈美国政治可以吗 机器人说这个问题也无法通过安全审查 所以啊这个这个这个这样一段对话出来之后 让我们忍惊不羁了 很外交发言人的那个口气啊 对就是就是这个所以啊这个有人就说啊 说可能这个事情啊对于中国这些机器人也不是什么问题啊 因为毕竟啊我们的这个审查经验啊世界对这个独步天下 对不对啊 那我们只要设置足够多的敏感词啊这个你只要是问习近平李强啊 我就不就坚决不能让你通过人工智能不能通过安全审查 那这是不是也能用呢 但是问题就在于这个人工智能这个语言模型啊在表达同一个意思时候你可以用100万种不同的方式表达 人工智能是能够理解你是怎么样规避敏感词这个问题的 这个呢就给这个过去的这个网络审查员用关键词啊 这样这种方式审查又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这个我不知道这个这个就比如说啊 如果我们在这个我们说我们这个我们不能提啊习近平对不对啊 大家可以想啊比如说这个啊这个这个这个叫什么老大 哎对老大啊这个这个这个什么大大啊什么这种名字 但是你要知道人工智能他是可以理解你的这一种啊 我们叫做这个这个春秋笔法的 他还是可以对你这个问题进行有关的表述啊 因此你这个过去采取的这种审查的方式 很难能够抵挡住人工智能这种强大的语言能力 所以啊现在大家就认为啊中国这个人工智能啊 也许是可以上线 也许这个人工智能呢也是非常不错的 技术领域是没有问题的啊 底层的技术实现和美国没有差距那么大 但是你可能用两天就被有关部门封了 哎被有关部门封了这个事啊的确是实现了 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啊就问了有关于啊 李强在记者会上的一些啊一些表述的问题 问人工智能 结果呢人工智能一提李强就直接冻结死机了啊 这个服务呢在两个小时之后就直接下架了 我们就看到这个问题啊 你也可以想象如果你要是放开使用的话 大家肯定是要去挑逗挑逗人工智能的吧 你一条斗就踩到界限一踩到界限就要么死机要么封杀 你这个没法用了 所以啊哎这个问题啊的确是一个啊 我们叫做这个怎么说呢是逃不过的一个话题 我可以我插插一句嘴 我觉得这个可以磨高于尺刀高于丈 就是说呃现在可能中国的审查是通过关键词来审查 那以后中国也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来审查 对用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来审查人工智能 对吧就是你你你你说大大我智能那边我就反应过来 哦你想谈中国政治对不起不能谈哎也可以 对也许是也可以但大家就说吧 你这个人工智能会不会因为限制太多变得特别的无聊 他就在政治方面很无聊 你跟他谈美食他可能滔滔不绝可 但是你一直一旦涉及到政治的话 他就给你 所以有人说啊说这可能就是啊 十年前一幕重现当时呢 谷歌被挡在了啊 这个这个这个中国的网络之外 而一方面呢是保护了中国本土的一些啊 谷歌的这一些我们叫做这个复制品 或者是基本类似的产品 同类产品 比如说百度 那把脸书挡在了中国之外 哎促生了中国本土的一个同类产品 那么当时呢叫做人人网啊 那么把这个库尔啊 问答网站挡在了中国之外 哎促生了这个中国本土的啊 问答网站知乎等等等等 那么呢我们就看到这一些网站的和美国这些巨头 有比较在全球的辐射力和影响 那根本不是在同一个量级上 但是呢在中国有这么多限制 他也可以用对 是不是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哎何明先生你一脸严肃 没有我觉得我们嘛 最关心的是最敏感问题 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用户的时候 他不是关心最敏感的问题 最关键的还是说了 就是中国的这样一个 AR他在哪一些服务功能 要超过美国的这个 GPT 如果是能够超过的话 中国的 因为AR这个东西啊 它是一个实现了什么的 就是说 我之前你问我的问题 我就说是一个无法想象的未来 之前的工业革命解决的是一个体力问题 现在的这一次的工业革命解决的是一个智力的问题 那智力的问题涉及的不仅是政治 它领域非常非常之多 那如果按照你传承上的理解啊 因为你有政治的控制 你怎么会产生新的社交媒体呢 但是你看看 当今世界最红火的社交媒体 就是中国产生出来的 《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中还特别提到 哎现在大家玩的特别欢的 美国孩子也在玩的小红书 实际上就是在中国本土审查 所以这个中国的在AR上面 我是一点都不怀疑 它在某些方面会非常厉害 恰恰不是这些记者们我们所关心的最敏感问题 它如果在很多方面 比如说对于它的体育 或者是我随便举个例子 对于它的愚弄 它做得比美国还要好 它一样的会在全世界火爆起来 所以一点都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我们不要一下子自己就碰上一个政治的墙壁 就把这个东西捡坏成为 只有自由的社会才能闯造什么东西出来 不是这么和尚 哎对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我就是我们叫做不涉及技术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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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方式就是什么呢 就是每一个注册中国版的这个ChapGP列人很多实名注册啊身份证号登记啊 人脸识别一下像现在我们搞的这个微信一样啊 实名认证才能够上 我看你敢瞎说什么啊 这样的话呢 因为中国网友可以说我要问习近平身体好啊 他可以用的证明的方式来反讽对吧 他人们是可以玩下这些东西 你要知道在微博上反讽那些网友也是可以被网管查 他不反讽他就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嘛 对不对一本正经说习近平身体好彭立民身体好 你也说这是敏感的真正问题吗 那肯定对你这个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啊 我支持习近平私理认 所以这有一个对 你谈的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我们必须注意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ChapGPT实际上它是使用的越多 它的进步的空间越大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呢 哎 有的时候呢 他技术底层达到了 但是他没有语言 那就像是一个很好的车 但是他没有油 你只能给他加水 那这个车还是跑不了 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啊 所以这个问题本身是客观存在的 但是不意味着中国在人工智能赛道上 就永远达不到 因为审查的问题永远达不到 这是这是两回事啊 同时我们要关注到的呢 不仅仅是ChapGPT啊 对于整个我们叫做语言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怎么说的 语言机器人在我们好玩的这种应用啊 那么ChapGPT实际上现在在我们的很多商业软件呀 我们的很多运营载体中都已经在用了 比如说啊 我们平时经常用的Instagram对吧 比如说我们经常用的啊 这个这个这个啊 我们叫做改余法软件 改余法的这一些软件等等呢 实际上现在都已经在用ChapGPT了 未来呢 可能是两条赛道 第一是底层人工智能开发 第二呢 就是各大现有的平台用人工智能进行加持 叫AI加的这种商业模式 这呢 也是李开复认为啊 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两条赛道 第一是底层技术 第二呢 就是服务家这样的模式 这呢 可能是啊 我们叫做这个在现有的审查环境下也可以实现技术突破的两条道路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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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